我覺得有一部分也是 甚至是打壓吧 對 就是藉這個機會去消滅 白色人群的力量 就是換了位置就會換了腦袋 所以進入這個圈子裡面 要能夠節身治癌是非常不容易的 本來控制我就覺得 他可能應該被吸藏了 對 他如果在這件事情 不能好好的速度 我覺得這給大師說光 我要把很多事情太過簡單化 把台灣人當個白期待 如果真的他有做這些不當的事情 他真的很不應該 因為我們也曾經對他很大的期待 市長您讓我說 嗨 歡迎收看高一山新聞台 你好 我是阿主播李佩軒 睽違了一週 我出外面充電之後 想不到這一個禮拜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就因為他的政治獻金風暴 也成為了這一週的震撼蛋 不過現在目前這漏爆款項的部分 成為了競選總部 以及會計師之間的強烈鬥爭 我們也還不知道結果究竟是如何 可是柯文哲他直呼是被騙了 並且跟支持者喊話說 希望大家千萬不要失去信心 他們也絕對不會被挫折給擊倒 不過呢 現在也有很多媒體人在喊話了 說認為柯文哲在2026或甚至2028 不管是黨主席柯文哲本身 以及民眾黨都有可能混不下去了 不過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更想聽聽看 民眾對於這起事件整體的看法 真的是失去信心 還是認為早就不意外 我們聽聽看街坊向的聲音吧 Let's go 我是相信他自己不會彈你啦 而且他應該是沒有搞到那麼細啊 那你覺得是哪一個環節出問題了 那我呢 應該是 記得是什麼黃珊珊那邊 你會比較傾向你算是支持民眾黨 或是喜歡民眾黨的這一方嗎 我比較不排斥他們啊 因為他們包袱比較少 因為他們包袱比較少 他們有一些政治包袱比較多 所以 我是蠻看好做人家的 你覺得這一次的事件 會大幅的打擊到民眾黨或柯文哲本人嗎 我覺得還好耶 因為 各黨的爛戰應該都查不完啦 那他 我覺得 我覺得 跟他本身的作為 我覺得 不支持他的還是會不支持他 支持他的還是會支持他 我們覺得很多年輕世代 是希望老一代的 該 那種 惡鬥的世代 該退下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這次白的只是第一次醞釀 我覺得 下一次他們的力量會更大 反正有問題就處理 反正柯文哲不是都是這樣子 他有問題他也不會閃避啊 他都會承認錯啊 就處理啊 所以我們覺得 喜歡他就喜歡他對不對 比較相信就是 就是 換了腦袋就會換 就是換了位置 換了位置就會換了腦袋 這樣 所以你覺得進到這個圈子 我覺得進到這個圈子裡面 要能夠結身治癌是非常不容易的 然後 通常就是會 就是會 受到影響 對啊 真的青年的人都不會搞政治 本來通常走 我就覺得他可能應該被欣賞的 我不是說針對特定的人啊 只是說因為他 他的立場一直都很不堅定 然後我比較不欣賞這樣的候選人 所以你覺得會不會要藍綠對決 2026跟2028 這也不是我樂見的 嘿 因為這個這樣子也是就是 你只能兩個都爛 然後選一個 比較不爛的 對啊 我是比較希望說 就是我們可以 就是像德國那樣子 有多數黨 然後是核議制的 我是覺得這樣是一個比較健康的環境 我還是相信他們有機會可以再重新站起來 因為我也不希望就是只有看到藍綠對決 我是比較偏中間的啦 因為台灣的政治太傾向一致 所以我們需要咬拼 而適合 因為一部很明確的國民黨藝人物 已經落到國不齊了 然後就是要用第三方的力量 或是相反或另外一個力量 從政之後進入大欄杆 所以也有可能真的就是太有問題 我覺得有一部分也是認識打壓吧 對 就是 藉這個機會去消滅白色民主的力量 因為這個白色幾乎都是年輕的選票 對啊 所以你覺得是民進黨為了年輕票 去做這樣的處理 可能性也很大 針對性 我個人是認為也是推多支持 我覺得應該要把他這幾年 從台北市長到東龍醫院一個大學之後 這幾年他總應該一個 他這個金流 各方面的一個應該做得很清楚的一個小小小 尤其是對小小小們 當初小小小們這麼支持他 那我覺得這些方面 大家應該做得更詳細的 不能把這一個過錯或過失 推廣給那個快遺師 我想快遺師這個嚴重的後果是 他會被雕像指導 這是非常嚴重的後果 是啊 他永遠不能再 職業 對 我覺得這個 格局 小小小們會因為這個風波 描受寒 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他自己一開始成立的宗旨是 以藍瓶更超越 選民是以青年人為主 不滿藍瓶目前的現況 他如果在這件事情 不能好好的處理 我想令青年人 會非常失望 這是必然的結果 這我也覺得是有點影響 我也本來也是期待 如果有一個第三個政黨 嚴格監督那個政黨 這是人們所期待的 那如果他現在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令人大事所望 如果他沒有好好的 就是有一番好好的解釋 把這個經理交代清楚的話 我想 年輕人跟小小們 沒有辦法接受 我算比較重力了吧 對對對 但是 這次事情的話 就會 蠻關注去看他 因為之前他 當市長八年的話 那這次事件就會 蠻好奇說 他會怎麼去處理他的 差異嗎 有一點是有一點的 對 因為有一陣子沒有注意 就是政治這方面的行為 突然跑出這個會有點 老實講沒有什麼投訴 會計師喔 可是內部的帳通常是 行政出納在處理的 會計師比較像是做 總結整體的工作 所以 這個說法我可能 比較不能接受 對 會好像有點模糊的感覺 我覺得這次民眾黨出來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正面的 就是 終於有第三個黨派 然後去撇除藍綠針抖 所以我還是會希望他 2026或2028 還是繼續存活著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危機處理 就還蠻重要的 他看起來 比較不會做這種事 但是 可能他的另外一段 或是他的目標 在做這件事情 可能他根本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他蠻辜 這些小草的對他的支持 你覺得小草一定會 因為這件事情會走不少人嗎 我覺得 在選總統民進行的時候 對個人覺得 就是我對個人覺得 就是我對個人覺得 影響不到一直 但是 就是這件事情 有點 有點 顛覆我對他的影響 會帶動一些 比較 鬆動的 一些新的那種 小草會 會跑掉 做個主席 應該是會知道一些 一些問題吧 全部推桌不知道 我覺得 有點 說不過去 他本身我覺得 暗面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 整個團體 這麼大的一個政黨 在運作下來的話 相對之下是比較支持他 但是 也對 是需要感覺 那就是 他可能一些 管理的方法 可能有點問題啊 他的人物設定 就是清廉 然後 他這樣子 底下也是個事情 不要看出來的話 那當然就是 對他有這樣的影響 會比其他人來的大 還是會影響到 整個政黨的支持度啊 因為太多人選舉過 要把很多事情 太過簡單化 把台灣人 當作白痴代表 因為他旁邊的人 太多人選舉過 又不死 所以 那個要推不可能 年輕人是熱情 但是當他看清楚事情 他一定會很失望 因為他覺得他被騙了 他做人是在 嘴巴很缺啦 我不需要講 在攻擊別人的時候 我跟你講非常深刻 他當作怎麼去炮轟 熬龍斌的 結果他進去自己的事情 如果是真的 被法官判的話 那我覺得他真的 好好檢討 因為他是一個 很有名望的醫生 品格各方面的教育 是對我們這種年長的人 要對年輕人一個模範 而我覺得 他如果真的 他有做這些不當的事情 他真的很不應該 因為我們也曾經 對他很大的期待 可是我必須說 市長您讓我失望 歡樂的街訪時間 總是過得特別快 這一次 這柯文哲針對 政治獻金的疑雲 到底是福報 還是是會計師 沒有說真話 目前為止 還是各說各話的狀況 不過我們普遍聽到 街訪的聲音 他們坦言 對於這期新聞看到的時候 其實挺驚訝的 因為過去 不管是柯文哲 或是民眾黨 他們所主打 就是清廉以及新政治 這次會爆出這樣的新聞 還是讓他們覺得蠻失望的 也直呼市長讓我失望了 可是呢 針對第三勢力這件事情 會不會因此 在2026跟2028 因為這起事件 而被迫開始變得泡沫化 甚至消失回到藍綠對決呢 最有趣的地方是 不分年齡層 我們普遍聽到的聲音 都是覺得遺憾跟可惜 並且不希望 第三勢力就此就消失 無論他是不是民眾黨 但大家更希望的是 藍綠之間還能夠有第三個選擇 彼此制衡 或是再也能夠組成更大的力量 來強力監督我們的民進黨政府 不知道你對這次的事情 你怎麼看柯文哲的說法 或怎麼看整個民眾黨的危機處理 又或者您是選擇 站在會計師的這一方呢 如果你有更專業的看法 歡迎在我們的留言處跟聊天 是幫我們多多分享出去 不過在影片結束之前 大家請幫我們等一下看完影片 還有廣告緊接要來了 因為我們知道炎炎夏日 其實這樣曬會馬上就容易曬紅 而且回家之後你就發現你曬傷了 所以我們獨家推出的是 KS Royal Care 的 蘆繪寶石舒緩凝膠 無論是擦上去立刻涼乾以外 更可以好好的保濕你的肌膚 並且避免有可能的曬紅跟曬傷 炎炎夏日你就插這麼一瓶了 不過呢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資訊的話 沒有問題先不要停止 我們往後看廣告去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繪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繪協會 KS皇家呵護蘆繪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